德国版的狂人日记 在精致的屋子里干着吃人的勾当 路易森又矮又愁 却幸运至极的小丑 出力屠夫的女儿 美丽善良 不喜欢吃人 在某个年代 某个国家的城乡结合部 有这样一座诡异的房子 里面居住了一群食不果腹 还要假装体面的食人房客 他们靠吃人活着 在缺少新鲜人肉的情况下 他们会吃掉店里的下一个新员工 就正这样 命星球只是永远死不掉的女房客 严重无害 却被吃掉的老妇人 古怪的老男人 这栋房子里没有正常人 但吃人 是他们心找不顺的秘密 屠夫先生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他乐此不疲的沙沙崽崽 卖一卖人肉 收一收猪子 摸好刀 等着下一块鲜嫩可口的人肉 远道而来的路易森 对此毫不知情 他感激万分地留在这栋房子里做工 却不知道在别人眼里 他只是一块活着的食物 原本路易森是羊肉虎口死定了 叫朱莉 虽然我们的路易森又丑又矮 也没有什么主角光环 朱莉还是死琴塌地的爱上了她 在房间里上演句子和打提琴的二重奏 这时候一心求死的女房客 正实施她的自杀计划 这绝对是比小鬼当家还要精密的设计 但是放心吧 她永远死不了 另外一个吃蜗牛的奇葩 正在满屋子的臭水中 驱赶偷东西的小孩 不得不说在吃人的乱世罪悦中 这位靠吃蜗牛为生的老男人 还真是一心向善啊 除她之外 所有人的事物都吃光了 眼巴巴地等着屠夫打开杀戒 于是屠夫设计了一个 看起来又蠢又笨的圈套 先让老夫人尖叫 眼路易森下楼来 然后一刀毙命 可惜的是 朱莉早就安排路易森喝蓝棉茶 十个泼妇骂借也叫不醒她 屠夫的杀人计划就这样 他一次负重 尽管如此 房客们第二天仍然吃到了新鲜的人肉 因为屠夫苦等路易森不来 灵机一闪就把老夫人宰了 顺手拿走了一位男房客的腿 朱莉则忙碌着拯救路易森的计划 她求疊不应叫地屋门 于是想到了生活在地下管道中的物种 学居人 学居人心地还算善良 从来不吃肉 但脑子永远缺跟进 他们原本答应朱莉要救路易森 却挫绑了屠夫的情人 急急忙忙赶去二次营救 这时候路易森正和朱莉一起被困在一间屋子里 疯狂的房客们为了一口吃的 也顾不得体面了 你一锤子 我一铁锤子砸门 路易森只好放水淹了屋子 整栋楼冲的七零八落 最后浴室也塌了 屠夫看见女儿不要命地帮一块肉逃走 起得两眼冒火 扔出了一只决定命运的飞刀 当场屠杀了自己 没了屠夫 房客们也不嚷嚷地吃肉了 路易森也不用再逃了 他和朱莉在房顶再次拉起了二重凑 黑点狂想局讲述了小丑路易森 如何从屠夫手中逃脱 颠覆了一个吃人的世界 几分迷之诡异 观众请系好安全带